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次引人注目的航天事故 6月30日下午 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南拱一市进行天龙三号火箭试车时 一枚子级火箭意外脱离发射台 随后在跌落过程中爆炸解体 幸运的是 这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天兵科技于当天晚上发布了一份详细的事故说明 解释了事故经过和初步调查结果 事故发生时 火箭正在进行常规测试 但由于技术问题导致火箭失控并在山中爆炸 这次事故引发了广泛关注 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进行深入调查 初步分析显示可能是关键部件故障所致 尽管事故导致股价波动 公司高层迅速采取了稳定措施 并表示将继续推进火箭研发工作 天兵科技的员工们表现出极大的团结和坚韧 积极参与事故调查和后续处理工作 公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天兵科技的支持和建设性意见 总的来说 这次事故虽然对天兵科技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但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相信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天兵科技将克服困难 继续在航天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一起备受瞩目的事件 那就是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在火箭试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该事件在航天界以及公众中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事件的背景 以及详细经过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6月30日下午3时43分 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在河南拱一市进行天龙三号火箭试车时 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 事故发生时 一枚子及火箭意外脱离发射台 随后火箭跌落在山中 并发生剧烈爆炸 解体成无数碎片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天兵科技当天晚上7点 迅速发布了一份 关于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一枝极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 向外界解释了事故的经过 和初步调查结果 据说明透露 事故发生时 火箭的枝极动力系统 正在进行常规测试 但由于某些未预见的技术问题 导致火箭脱离了发射台 在火箭跌落过程中 剧烈的爆炸将其解体成无数碎片 散落在山间 天兵科技表示 已经成立专门的事故调查小组 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 初步分析显示 可能是火箭的某个关键部件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出现了故障 导致火箭失控 这次事故 不仅对天兵科技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也为整个航天行业敲响了警钟 作为一家新兴的民营航天企业 天兵科技一直以来 以其创新和高效的技术研发能力 而备受瞩目 然而 这次事故 无疑对公司的声誉和未来发展 带来了严峻考验 尽管事故发生后 公司股价一度波动 但天兵科技高层迅速采取了 稳定市场的措施 并表示将继续推进火箭的研发 和测试工作 公司创始人兼CEO李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次事故 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但我们不会因此退缩 我们将从中西去教训 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 确保未来的每一次发射 都更加安全可靠 天兵科技的员工 也在事故发生后 表现出了极大的团结和坚韧 许多员工自发加班 参与到事故调查和后续处理工作中 公司内部还组织了多次技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的航天专家 共同探讨事故原因和改进措施 这次事故 不仅引发了行业内的深思 也引起了公众 对航天安全的广泛关注 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天兵科技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位网友留言道 航天事业本身就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 希望天兵科技能够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 继续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故有其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首先 从技术角度来看 火箭试车事故暴露了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关键部件的脆弱性 这提醒我们 航天技术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 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 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因此 在未来的技术研发和测试中 天兵科技需要进一步加强关键部件的可靠性测试 确保每一个部件在极端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 天兵科技在事故发生后的快速反应和透明度是值得肯定的 公司迅速发布事故说明 成立专门调查小组 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改进措施 这些举措显示了公司积极应对危机的能力 然而 公司需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更加严格的预防和应急机制 以减少未来类似事故的发生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故也为整个航天行业带来了警示 随着民营航天企业的崛起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技术挑战和风险 行业内的各家公司应该 从天兵科技的事故中吸取教训 加强技术研发和安全管理 共同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 最后 从公众和媒体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故 引发了对航天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公众对天兵科技的支持和鼓励体现了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厚望 同时也提醒我们 航天事业本身就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 媒体在事件报道中 应保持客观公正 既要揭露问题 也要传递积极的信息 帮助企业和社会共同进步 总的来说 天兵科技的这次火箭 是车事故 虽然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但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相信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天兵科技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继续在航天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同时 这次事故也为整个航天行业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同时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感谢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讨更多热点事件 欢迎继续关注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天兵科技这次火箭 试车事故 虽然看上去是个大挫折 但实际上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时 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但每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基石 天兵科技也一样 他们从每次错误中吸取教训 会让未来的发射更加安全可靠 你看SpaceX也是通过不断的失败 才走到如今的成功 楚天书 你这是在给失败找借口啊 我是谢琪琪 天兵科技这次事故 不仅是技术上的失误 更是管理上的漏洞 你以为像爱迪生一样 失败了就能成功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等个 一千次失败才行 看看NASA 人家是怎么管理的 试车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故 说明他们的安全评估 和应急预案 形同虚设 谢琪琪 你这话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航天失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领域 哪有不出问题的 就连NASA也有过不计其数的失败 阿波罗13号那次 宇航员差点就回不来了 但最终还是通过应急措施 成功解决了问题 同样 天兵科技也在事故后迅速成立了调查小组 并积极采取措施改善 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已经很到位了 一个企业的成长是需要时间和累积的 楚天书 你这是粉饰太平 应急措施在到位 事故还是发生了 你说的阿波罗13号 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 现在科技进步了 风险控制也应该进步 天兵科技作为新兴企业 更应该吸取前人的教训 而不是一再犯错 况且他们的股价也随之波动 这对投资者信心是巨大的打击 别忘了国际竞争激烈 别让我们在经济上 也跟着火箭一起掉落山中 谢琪琪 你这言辞过于激进了 新兴企业在成长过程中 遇到困难是正常的 就像一棵年轻的树 总会经历风雨 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天兵科技的股价波动是短期的 市场会给真正有实力的 公司应有的回报 正如中国古语所说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的梅花扑鼻香 只要他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未来一定能走得更远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而不是一味的指责 楚天书 你的这番说辞听起来很励志 但事实是 技术上的失败可以理解 管理上的漏洞却难以原谅 就像明朝的郑河七下西洋 航海技术虽然先进 但如果管理不善 一次事故就可能让整个舰队覆灭 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管理和严谨的态度 而不是盲目的乐观 天兵科技必须在技术和管理上同时进步 才能真正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将深入剖析 一起备受瞩目的航天事故 这起事故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也为未来的航天事业敲响了警钟 这篇文章最初发布在财新网上 详细报道了6月30日下午3043分 发生在河南拱一市的一起火箭试车事故 事故的主角是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火箭 事故的具体经过是 在进行常规测试时 一子级火箭意外脱离发射台 随后跌落山中并发生爆炸解体 幸运的是这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天兵科技在事故发生后的当天晚上 七点迅速发布了一份 关于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一子级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 简称说明详细解释了事故的经过 和初步调查结果 说明中提到火箭子级动力系统 在进行常规测试时 由于某些未预见的技术问题 导致火箭脱离发射台 火箭脱离后在跌落过程中 发生剧烈爆炸 解体成无数碎片散落在山中 此次事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天兵科技作为中国新兴的民营航天企业 一直以来以其创新和高效的技术研发能力 而备受瞩目 此次事故无疑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也为整个航天行业敲响了警钟 天兵科技在说明中表示 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事故调查小组 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 初步分析显示 可能是由于火箭的某个关键部件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出现了故障 导致火箭失控 公司承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尽管事故发生后 天兵科技的股价一度出现波动 但公司高层迅速采取了稳定市场的措施 并表示将继续推进火箭的研发和测试工作 公司创始人兼CEO李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次事故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但我们不会因此退缩 我们将从中西取教训 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 确保未来的每一次发射都更加安全可靠 天兵科技的员工们也在事故发生后 表现出了极大的团结和坚韧 许多员工自发加班 参与到事故调查和后续处理工作中 公司内部还组织了多次技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的航天专家 共同探讨事故原因和改进措施 这次事故也引发了公众 对航天安全的广泛关注 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天兵科技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位网友留言道 航天事业本身就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 希望天兵科技能够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 继续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总的来说 天兵科技的这次火箭是车事故 虽然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但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相信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天兵科技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继续在航天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 深入分析此次事故的背景 内容和影响 首先技术的角度 天兵科技在这次事故中 采取了迅速的响应措施 显示了其内部的应急反应机制较为健全 但是从事故的初步分析来看 火箭的某个关键部件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出现了故障 这显示出在产品设计和测试环节 可能存在某些疏漏 火箭作为一种复杂的高科技产品 其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经过严苛的测试和验证 此次事故暴露出天兵科技在技术研发和质量控制方面 仍需进一步提升 其次管理的角度 事故发生后 公司迅速成立了专门的事故调查小组 并在当晚发布了详细的情况说明 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了公司在危机管理方面的高效和透明 然而 如何在短时间内查明事故原因 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作为一家新兴的民营航天企业 天兵科技需要在快速发展和质量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再者 市场的角度 事故发生后 公司股价出现了一定波动 但公司高层迅速采取了稳市场的措施 并表示将继续推进火箭的研发和测试工作 创始人兼CEO李明的表态 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 然而 如何在短期内恢复市场对公司的信任 将是天兵科技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特别是在航天领域 技术失误往往会对公司声誉造成长期影响 从员工的角度 天兵科技员工在事故发生后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奉献精神 许多员工自发加班 参与到事故调查和后续处理工作中 这显示了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和员工的敬业精神 同时公司还组织了多次技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航天专家共同探讨事故原因和改进措施 这种开放和合作的态度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从行业的角度 此次事故为整个航天行业敲响了警钟 提醒所有从业者在追求创新和效率的同时 必须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 特别是对于新兴的民营航天企业而言 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一个疏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行业内需要建立更加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安全保障机制 共同推动航天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公众的角度 事故发生后 公众对航天安全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天兵科技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监督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同时也为公司提供了宝贵的反馈 帮助其在未来的发展中 更好地满足社会的期望和需求 综合来看 这次事故虽然给天兵科技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但也为公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有望克服困难 继续在航天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同时 这次事故也为整个行业和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反思机会 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 始终要将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我们对天兵科技火箭试车事故的全面解析 能为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深刻的思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火箭升空的喜剧意外 河南的天兵一号首次亮相 2023年6月30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 河南省巩一市的居民们正在享受周末的宁静时光 然而这一天注定不平凡 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箭升空事件 打破了所有的瓶颈 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名叫北京天兵科技 有限公司的民营太空科技公司 他们正在进行一款被称为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的子极动力系统试车 结果 这确实是一场让人捧腹大笑的闹剧 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科学实验 意外升空 火箭的自由飞响 据BBC News中文的报道 事情一开始似乎一切正常 天兵科技在巩一市的试验基地 进行火箭的子极动力系统试车 火箭正常点火 轰然作响 震耳欲聋 然而 正当大家以为这只是一场常规测试时 情况突变 火箭突然脱离发射台 仿佛被解开了束缚的风筝 直冲天际 目击者们瞪大了眼睛 嘴巴张得 可以塞下一个小苹果 火箭像一只脱缰的野马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随即失去控制 跌落在1.5公里外的深山中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天兵科技在事后的声明中解释道 火箭之所以意外升空 是因为舰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 导致火箭脱离发射台 更为戏剧性的是 火箭上的计算机在升空后主动关机 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闹剧 社交媒体上的狂欢 火箭视频疯传 这段火箭起飞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疯传 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 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失误 不如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意外起飞 快科技报道 这段视频画质模糊 但却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不少官方媒体迅速发布了视频 引发了全民围观 话题热度甚至超过了正牌的SpaceX 虽然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地方应急管理局也及时通报了情况 但网友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有些人被吓坏了 纷纷质疑为什么试验基地离市区这么近 还有人干脆嘲笑天兵科技 认为他们学马斯克还没学好 甚至有人嘲讽整个中国的商业航天水平 不过也有理性的声音认为 天兵科技犯了低级错误 但这次事件也反映了 他们在商业航天道路上的勇敢尝试 业内分析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针对这次意外起飞事件 业内人士也进行了深入分析 根据快科技的报道 天兵科技的失误主要在于是车台的固定操作 本来天兵科技申请的一项专利显示 他们的试车结构采用了新技术方案 极限承载力可达600吨 超过了很多同类产品 然而这次火箭的实际推力达到了820吨 远远超出了试车台的承载极限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张可以承重150公斤的床 但却试图在上面堆满沙袋 结果可想而知 业内人士还指出 除了承载问题 天兵科技在火箭固定上也存在疏忽 理论上 火箭应该用螺栓固定 并且顶部加重粮 再用钢索栓牢 然而 这次测试中 他们只用了底部的螺栓 顶部配重和钢索都没有 甚至有传言说 他们为了赶在7月之前完成测试 抱有侥幸心理 没有来得及准备钢索 历史重演 火箭史上的奇葩事件 有趣的是 这次事件并不是航天史上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1952年6月6日 美国的Viking 8号火箭 在静态式车时也没拉住 飞行55秒后 在6至8公里处坠毁 不过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而现在 天兵科技 却重蹈了这一历史覆辙 属实有点尴尬 天兵科技的大梦想 步子太大了 虽然这次事件让天兵科技有些出师未截身先死的感觉 但他们的梦想无疑是巨大的 天兵科技成立于2019年 虽然在一众民营航天公司中算是晚生的孩子 但他们的蓝图却十分宏大 公司CEO康永来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们计划在2024年6月发射新型号天龙3号 对标SpaceX的猎鹰9号 然而 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天龙2号和天龙3号的差距不可小觑 前者重150吨 后者重600吨 而且 天龙2号的发动机采购自长征系列 而天龙3号则是完全自主研发 难度可谓是大大提升 尽管如此 天兵科技还是在短短4年内完成了12轮融资 总价值超过40亿 公司估值超过150亿 这次的试车失败 无疑是一记重机 但天兵科技并不打算放弃 虽然火箭在升空15秒后主动关机 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但这次意外起飞也暴露了 他们在技术和管理上的短板 试验场地的争议 离居民区太近 天兵科技 这次选择的试验场地 位于拱一市的一个山区矿场 虽然看似人烟稀少 但实际上离市区只有几公里 这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为什么火箭试验要放在这么近的地方 难道不应该选择更加偏远的地区吗 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 火箭试验场地既要交通便利 又要人烟稀少 符合这些要求的地方并不多 除了国家级的九泉发射场 民营公司通常只能选择港口或者矿坑 天兵科技选择 拱一市的矿场 虽然离市区较近 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总结于反思 失败是成功的铺垫 虽然这次事件让天兵科技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但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一些宽容和支持 商业航天的发展本来就充满风险和挑战 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铺垫 正如SpaceX也是在一次次爆炸中进步 天兵科技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这次意外起飞虽然让人捧腹 但也显示了天兵科技在技术上的潜力 毕竟在没有良好气动外形和制导系统的情况下 火箭还能比值飞起 并且姿态良好 这说明他们的发动机和火箭结构还是可以的 希望天兵科技能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 早日实现他们的航天梦想 总之天兵科技的这次意外起飞虽然有些尴尬 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商业航天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希望他们能早日克服困难再次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毕竟成功永远是失败的影子 而失败也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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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